全国同学大家好 我想今天全国同学 所有认真听张老师的节目 今天又是全市场最大最大最大的赢家 今天崩盘大跌 我们照样对不对 照样大赚 然后讲赚钱不啰嗦 你要懂筹码筹码筹码 你不懂筹码我跟你讲 你做多做空都在乱搞一通 锁定筹码大物筹码 锁定主流赚多少钱 买错主流你很惨 我跟你讲 好好想一想看一看 二月份台股大涨到18300点 当时全市场在跟你吹牛 台股上看19000 上看20000 当时台义店涨到650 那些专家都跟你糊弄 虎烂 什么台义店上看9001000 当时联罚哥涨到1200 每个都跟你讲IC设计 联罚哥赶快买 我跟你讲你今天都输得很惨 那不怕不适合 我在二月份18300 我只公开呼吁全国一件事很简单 很清楚科技筹码 科技股筹码筹码转什么 转空嘛 你看得懂吗 同学全中华民国谁看得懂 当时100个分析师有99个叫你做多 赵老师跟你讲话很简单 筹码转空 那筹码转空股价是要怎样 筹码转空大户出货 股价是要大跌 你懂吗 所有二月份认真听我节目 我已经跟你讲了 科技股 我特别强调科技股电子股 电子股谁 台积电嘛 联电嘛 联发科嘛 环球晶嘛 通通是筹码转空 只有一条路破底 破底破底 不要怀疑 所以从一万八千三 请你全力 尤其台子旗全力向下放空 避险放空操作 当时跟你讲电子股转空破底 但是呢 我说今年抗通膨 对不对 升息钢铁抗通膨 当时送你的新钢 21涨到38 错过新钢的 对不对 四月份跟你讲 滑心滑心滑心不锈钢的 一样从二十多 对不对 前两礼拜三十多块附近 赶快买 三十多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二 上礼拜全国同学 四十八了 所有四月份听张老师的话 叫你重压滑心 对不对 从二三十 上礼拜四十八 又要涨了快一倍了 同学 所以你说赚钱有问题吗 你今天满手电子股 满手台银电 满手联电 满手国具 满手环球精 你死得很惨嘛 因为你连主流什么 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这上个礼拜 滑心整整坡断 又涨了快一倍了 跟你讲来到五十 面临五十关卡 不要追 会来回正道 对不对 会回测四十块的支撑 今天最低是不是四十一块多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好 那错过滑心的未来是谁 你不要自己乱做 好不好 那一路警告你买错主流 你会很惨啊 千金难买早知道 千金难买早知道 来上个礼拜 有没有 哎呀 手机出货衰退了 对不对 哇 手机卖不动了 供应链砍单了 对不对 哇 连电降频了 这都是上礼拜四月份 那我在二月份 我在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是不是警告你 科技股筹码转空 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认真听张老师的话 你早就知道了嘛 我们全国同学 二月份早就电子股 就全部都卖光光嘛 对不对 科技股转空破底嘛 有错吗 你看看台一电 今天没有破底啊 今天照样破底 我跟你讲 连电今天照样破底 对不对 连发哥破底 一千二跌到八百 环球晶 今天再破底 我跟你讲 群联今天再破底 很惨 十张赔一百六十万 金星科今天照样破底 腰斩 南电六百 今天四百了 我跟你讲 照样破底 国具对不对 五百三 今天三百八 群星一百六腰斩 文茂三百八 对不对 十张一百六十万 连勇今天照样破底 十张一百七十万 温一胜今天再破底 宏达电今天腰斩破底 电子股是不是一路警告你破底 空头结构 反弹都逃命 好不好 那未来社会大长不要拆嘛 对不对 一路跟你讲钢铁主流嘛 废的升息抗通膨嘛 美国基础建设嘛 送你的钢铁 新钢大涨八成 错过新钢的华星 从二十多三十多 三七三九四二四八 你看看又要涨快一倍了 对不对 错过华星大涨快一倍的了 未来什么大涨 粮食危机好不好 抗通膨未来会富航 好不好 那这档抗通膨富航的 二十多块 二十多块 上礼拜再二十多块 今天台股重厂破底 他今天还在三 还在三字头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 好不好 所以抗通膨富 商机大家好好把握 想赚大钱拨掉进来 好不好 那台股其实怎么做 我讲过掌握千点嘛 掌握千点拨动 你就是赢家嘛 来我在二月份警告你什么 我在二月份一万八千 我警告你放空破底 有没有 二月份我怎么叫你放空 一八三二零 我怎么叫你放空 一万八千点 一万八千三百点 我没叫你放空 你打电话来 我赔你两千点嘛 二月十号一八三二零空 反弹逃命都是空 你看看大乌充 从一万八千三 一万八千一切反弹都是空 结果三月八号 杀到一万六千六百点 有没有带你赚一千点 自己讲就好了嘛 三月八号大跌 大家恐慌逃命了 我跟你讲 跌升会反弹 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会谈到一万七千点附近 一万七千七百点附近 所以这里会有一千点的反弹 我都算给你了 我先跟你讲了 送分题 所以一万 一万三月八号 对不对 一万六千七 一六七二零 一六七四五 一六八七五 一七三二零 三一九 一路翻多 结果呢 一万七千七来了没有 来了没有 来了没有 我讲的话通通见证了 对不对 是不是又送你一千点 有很难吗 所以我跟你讲话 我不是跟你吹牛的 大方向我都告诉你 这一千点又是全国同学 送分题 对不对 最精彩的 三月三十一号 大涨千点了 大涨千点了 你又看多了 你又看好了 当天我跟你讲 大物筹码转空 大物筹码反弹转空 三月三十一号 我跟你讲 谈了一千点 转空啊 你还不相信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不仅转空 还会再度向下探底 甚至破底 空头结构没有改变 所以你懂吗 对不对 你根本不懂结构 你怎么会赚钱呢 所以三月三十一号 一万七 一七七五零 放空 一七七四零空 有没有 大物筹码一七七四零 转空 四月六号 一七五零零 加码空 四月十四号 一七三三零 四驾在空 你听得懂吗 一七三三零 三零七 大物筹码再转空 四月二十一号 一七二零零 一开盘 一七二零零 反弹再空 最高还来到一七二零零 你又不相信 对不对 四月二十一号 你看看 一七一九四 大物筹码又转空 就这么简单 四月二十二号 有没有 上礼拜十一点钟 跟你讲反弹压力 一六九五零 一六九五零 还是空啊 为什么空头结构 没有改变啊 一切反弹都是空啊 所以从一七七四零 一七五零零 三三零 一七二零零 一路反弹都是空 今天全部同学 一六五零八 有没有让你再赚一千点 这一讲嘛 有没有再赚一千点 整整一千两百点 一口二十几万了 五口就一百二十万了 好 那今天怎么做 今天怎么做啊 来很简单啊 今天大物筹码 一开盘一开盘 一六七零四 一六七零四 再空 哎呦张老师 还跌那么多还空吗 不是我空啊 八点五十六 大物筹码 一六七零四 再空嘛 结果呢 又快要送你两百点了 一口又四万了 对不对 五口又二十万了 所以赚钱很难吗 所以从四月二十五 今天再度见证 一早一六七零四 一空又快要两百点了 所以从二月十七号 一八三四五 一路空下来 一千六百点 三月八号 一六七二零翻多 一千点 三月三十要清明长假节 一七七四零 一路一路空 今天又一千两百点 那你告诉我 一千六 一千 一千二 多空三趟 从二月份多空三趟 有没有三千点 有没有三千点 你看多少点 自己看就好 好不好 每一个转折 事前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不会跟你含含糊糊 所以就这么简单 二月十七号 一八三二零 三四五 一路空下来 一千六百点 一六七二零翻多 一千点 从清明长假节 一七七四零 一路空下来 今天又一千两百点 对不对 一千六 一千 一千二 三趟 多少点 三千多点 你们自己算就好了 我都不要多讲 掌握千点 破痛很难 对不对 你转折也不懂 筹码也不懂 你怎么会赚钱 好不好 所以掌握大物筹码 获利我掌握 是一个结果 是个结果 我们二月份以来 三趟三千多点 送分题 了解吗 好 锁定主流 赚多少钱 对不对 一路跟你讲 电子股转空破底 今天持续破底 不要啰嗦 钢铁股主流 钢铁股创新高 滑心对不对 四月份以来 涨得快一倍了 涨得快一倍了 错过滑心的 未来未来未来 谁为大涨 抗通膨富航 好不好 抗通膨富航 从二十多块 大家都买得起 所以大物筹码 不要拆 不要赌 好不好 不论指数操作 不论股票 掌握大波段 想赚钱的 今天拨电话进来 二三九 二三九八八 零二二三九 二三九八八 拨电话进来 跟上脚步 尤其你们满手套牢 电子股 通通拨电话进来 好不好 跟上脚步 本公司以往 节气效不保险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